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來聊 觀感不佳,是限制他人行為的好理由嗎? 不知道大家前陣子有沒有注意到一則新聞 法國女網選手 Kornet 在美網公開賽首輪比賽中 因為球衣穿反,所以直接在場上脫下來重穿一次 雖然球衣脫掉之後,她的身上還是有一件運動內衣 但這個舉動還是被主裁判提出警告 被認為這不是運動員該有的行為 這個事件不僅引起不少人關注 也讓部分人士產生性別歧視的質疑 例如,有人就提到 前一年喬科維奇和費德勒也熱到受不了的光著身子坐在椅子上 但主裁判就沒有額外提醒 那前球王Murray的母親Judy Murray 也在推特上發文表示不滿 指出,Kornet在場上更衣得到警告 但男人就可以換衣服 針對這個事件,梅網大會後來也發表聲明 表示所有球員都可以在球員椅上更換衣服 之前的球員沒有受到警告 是因為他們坐在場邊的球員椅更衣 而Kornet則是直接在場上更衣 又沒有視線智慧主裁判,因此才得到了警告 不過,大會也再次對主裁判給予Kornet的警告表示遺憾 並表示,女性球員可以選擇在靠近球場的隱蔽空地更換衣服 雖然很多人認為這件事涉及男女不公平的對待 但我自己是覺得,如果梅網大會主要考量的點是 Kornet應該在球員以上更衣而不是場上 那麼,或許大會還不至於對男女生有雙重標準 而只是堅守 球員不該在場上做出觀感不佳的行為 這個原則罷了 不過,這麼一來有趣的問題就出現了 為什麼觀感不佳可以成為限制他人行為的理由呢? 除了網球比賽很重視球員的行為舉止 會盡力避免球員在場上做出觀感不佳的行為之外 我們生活中,其實也有很多行為會因為觀感不佳而受到禁止或批評 那在這一集,我們就要來聊聊 觀感不佳能不能成為限制他人行為的好理由 而我將試著指出 其實人們對這件事的判斷很容易不一致 而且這個理由也不一定都站得住腳 首先,如果我們仔細一想 會發現有很多狀況的確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不應該這麼做 而理由主要就是觀感不佳 例如,當我們要準備面試一家心目中理想的公司時 我們會覺得自己應該要好好打理裝扮 至少不要看起來邋遢或是很隨便 而如果朋友建議我們面試的時候 穿個吊嘎、短褲跟拖鞋 我們大概只會覺得這個人瘋了 或是想偷偷陷害人 因為這種穿搭會讓人覺得觀感不佳產生不好的印象 又或者是當總統代表國家去和其他國家元首開會時 如果總統穿著吊嘎、短褲跟拖鞋出席會議 那恐怕會成為一件重大新聞甚至鬧上國際笑話 而我相信,應該大多數的人也會覺得 總統這樣穿實在是很不妥,非常的丟臉 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不能這麼做 但這些案例還是會讓人覺得因為觀感不佳 所以確實覺得不妥 所以大多數的人還是會認為不應該這麼做 而這背後的原因或許就在於 這讓人感受到不尊重 因為在這些場合,人們普遍認為打理好自己的服裝 意味著自己很重視這個場合 願意為了出席這個場合做出努力 因此能讓人感受到誠意,以及對於這個場合跟活動的尊敬 換句話說,如果你選擇不這麼做 就代表你對這件事情沒有付出應有的尊重 假如你也同意面試新工作 總統跟其他國家元首會面不應該穿吊嘎、短褲跟拖鞋 那你可能也同意這些行為 確實可以基於觀感不佳的理由而受到限制或批評 但有趣的是,有些行為其實也很容易讓人覺得觀感不佳 但到底應不應該因此受到限制 倒是有人贊同、有人反對 例如台南奇美博物館就曾經在臉書專頁上提醒網友 希望大家注重博物館禮儀 建議大家參觀博物館的時候 服裝要穿著合一 不要穿脫衣鞋或是睡衣 然後就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說 這不是很基本嗎? 甚至有些網友很感謝奇美博物館的提醒 並希望大家的水準能一起提升 然而類似的例子卻有人抱持質疑的態度 例如有人提到 他在參觀台中科學博物館的時候 發現門口掛著一個警告標語 上面寫穿漢衫拖鞋禁止入館 這讓他想起這類的標語 也曾經出現在一些大學校園中 例如他曾經看過 尊重他人請勿穿拖鞋進入辦公大樓 這類的告示牌 但他覺得這很奇怪 畢竟穿拖鞋跟看科學展覽 還有進入辦公大樓辦事 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 而且根據他在澳洲念書的經驗 當地夏天非常炎熱 所以很多老師跟學生都會穿短褲、涼鞋跟拖鞋 但沒有人會覺得這樣很不尊重他人 更不會因此被禁止進入博物館 也就是說 這類例子看起來 好像比較難判斷觀感不佳的重要性 有些人覺得 因為觀感不佳 所以不應該穿拖鞋進入那些場所 但有些人覺得 就算穿拖鞋不好看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 而如果我們再繼續思考下去 會發現在某些狀況下 人們基本上不會同意觀感不佳 是個限制他人行為的好理由 讓我們假設一個情境 如果有一個人長得真的是超級無敵爆炸蟲 所以走在路上就會讓人覺得 看到了就非常不舒服 這時有人提議 因為他的長相實在太醜 引起嚴重的觀感不佳 所以他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而且每個人也都贊同這個提議 這時如果我們先不看法律上 到底能不能做到這點 單純從理由的正當性來評估的話 我們會覺得 他的長相讓人觀感不佳 是構成他出門一定要戴口罩的好理由嗎? 我想大概也不會同意 這簡直出 有時候我們根本不應該基於觀感不佳這個理由 去要求他人做某件事情 或者是不做某件事 那好的 總結來說 如果剛剛的討論可以成立的話 那就表示 當我們在對其他人的行為做出要求時 觀感不佳這個理由並不見得都站得住腳 也因此 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反對他人做出某些行為的理由 是觀感不佳的時候 可能就要先思考一下 這個理由到底恰不恰當囉 而關於人們可以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去限制他人的行為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 而更重要的是 如果政府或社會要透過立法去干涉 限制人民的行為的時候 又應該要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呢? 關於這個問題著名的英國哲學家 約翰·米爾就有嘗試提供回答 那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聊聊吧! 那麼最後就來問問大家 你在生活中有因為做出觀感不佳的行為 而受到責罵的經驗嗎? 那你的感想又是什麼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以及想讓更多人一起討論觀感不佳這件事的話 歡迎留言並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和讚鈕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比!